每一个都要显示出来的话 那你就是总销量 然后这个是第三栏 第四栏第五栏 是相对于这个table 这个表格 那所以呢 基本上当然你之前这种复制贴 把这边改成三 改成四 改成五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我干脆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数字 如果当它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就自动变二 变三 变四变五的话会更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就要想到有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你可以在减四语参照里面 找到有一个叫Raw Raw没有S Raw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会自动抓到你现在所在的列 有没有第四列 所以你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它自动变四五六七 那如果你要二三四五的话 你就减掉二不就好了 OK打个勾 向下填满 那利用Raw 可以把它变出我们要的这个蓝 OK 特别是因为之前的解释 我的同学搞不清楚 其实这个Raw减二 实际上就是产生我们要的查询的蓝数 跟那个列无关 OK 列只是要变出那个号码 不过我的同学一下列一下蓝 搞不清楚 重点在蓝不在列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 所以怎么做 我们就把这边改成什么Raw 所以我习惯直接打上去 刮虎这边直接公式小刮虎 Raw小刮虎减二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要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这个范围跟这个范围都不能动 所以请你把H3先锁起来 先加个范围符号 然后在这个也是 其实锁列就可以 因为我是向下填满 OK 这个3跟10 然后直接把这边改成什么 2改成Raw减掉2 然后23是OK 打勾向下填满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把它置中一下 这样看起来OK 1 2 3 应该没问题 OK 这三个 这四个OK 如果我变动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改成004 Enter 你会发现张宏才 那他会怎么样 把这个004的资料 本来横的变成重的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如果希望能够做出那种效果 就是当你下拉清单选了 自动带出其他缆的资料 那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OK 那再来的话 最好是 这边可以改一下 如果009的话怎么样 我刚刚讲过 因为我们公式里面是0 所以Enter 那你会发现 他会出现什么 Not Available 为什么 因为 他这边是0 如果我把它改成1的话 1的话是大约符合 其实1就是True 就是大概 大约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他009找不到的话 他会找008 OK会找接近的 所以特别注意V2元素最后一个 参数 如果是1跟0 差异就是0是要完全一模一样的 找不到就是Not Available 1的话是找接近的 大概是差别在这里 那以这一题来看 最好还是精确一点 不然的话你输入009怎么找008出来 那不对了牛头不对马嘴 OK 所以那怎么办呢 所以最好这边限制他 他只能够选这个范围 那最好的方案就是这边做下拉清单 那下拉清单怎么做呢 前面我们有练习过吗 没有 所以下拉清单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做下拉清单的话 一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边要有个箭头 OK然后下拉 点下去自动帮我把001到008 帮我放到这边来 可以列出清单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做 一游标放这边 二切到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关键在这里 OK下拉清单其实没有很困难 但是我发现有些同学也不熟 如果你不熟 你有很多东西要做下拉清单就有困难 OK下拉现在非常重要 资料验证 请你把什么呢 资料验证切过来之后的话 一把这边本来是任意值 变成清单 关键在这里 OK所以资料验证里面 把它改成清单 这个地方 OK 第二个他会问你说 那请问清单在哪里 清单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它选起来就可以了 他会把资料帮你带过来 不包含南卫名称 OK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下拉清单 那你会发现就不会有009了 OK 1 有没有 2 3 4 意思类推 OK 那另外的话 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如果将来我又多增加一个009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将来 这边可以删掉 其实你可以 这边也可以删掉 你以后的话 你干脆就把 把这个底下整栏选起来 给他的话是整栏 如果增加的话 他会自动帮你带到 那个下拉清单里面去 比如说 那我刚刚不是 如果我用固定的方式的话 刚刚是用这个什么 来源是选这边 如果下一次又增加 你可能要再选一个009 00010 所以这个不是好方法 一般习惯 最好的方法 干脆你把这个范围变成一个名称 叫编号 那你可以怎么做 就是 我之前好像讲过 这整个最快的方法 把连编号一起选起来 然后利用公式里面的什么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就可以了 顶端列值的就是编号 意思说他名称在顶端的地方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叫 编号的一个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刚刚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 再切到隔壁的资料 资料验证 这边的话就不用选了 你可以怎么 按F3 然后选编号就可以了 按确定 好 那这边下拉清单 好 就会出现 那未来如果说 你要多一个的话 他 如果多一个的话 现在这样 我假设了 我这边再多拉一个 假设我用这两个 这样重复 多一个009 不过会跟007一样 我们大概 那不过你会发现 现在还是不会出现 如果你要让它可以出现的话 交个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 编号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范围 直接就选到底算 就是什么 Ctrl、Shift、向下 全部选起来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 让底下的东西 自动放到里面去 OK 那也就是说 如果将来呢 里面有多一笔的话 反正它就会自己 把它倒过来了 OK 009就出来了 好 找到 为什么它 三行 哦 哦 对对对 所以将来这个地方 你也可能要 让它往下 选择说 可能这个范围 要让它往下 不过它会找不到 大概就这样 另外还有一点 特别注意 你会问 这边怎么多空白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空白 主要原因很奇怪 如果你之前 这边有用掉 用过的话 比如说你曾经放过东西 输入过字 它会记得 所以如果说你 而且我记得 好像这样要把它删除 好像也都有困难 如果你要把它删掉的话 我看一下这样 好像一直它都会记得 你曾经用过 所以我之前有 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能要把这些东西 扣到另外一个 完全没有用过的地方 它就恢复正常 OK 记得你用过 它会一直记得 你基本把它删掉 它还是会记得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把它扣到 另外一个没有用过的地方 就会正常了 比如说 把这个 假如这样 copy一下 我增加一个 这边我们完全没用过 而且底下没东西 你也不要没事 打一点 然后我们就是在 把刚刚的名称管理员的 这个范围 把它变更一下 变更到哪里 变更到我们刚刚的 这个新的工作表这边 然后选的范围 A1 对 A2到 对 这边 把它打购一下 底下没有用过 差别只是说 我重新再把它贴到另外一个工作表 这个时候 我印象中点一下 你会发现 底下的东西 它就不会有 有没有 那些 这没有道理的 可是你要知道 它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你只要有用过的 一次我就认为 那个是使用过的储存格 跟没有使用过的储存格 它认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也就 如果将来呢 你还会有新的灵医 比如说你还多几个出来的话 那你会发现 在向下拉 又出来了 有没有 是蛮方便的 以后的话 你又多一些东西 它又自己又有下拉清单 会跟着变动 这一章可能要学一下 所以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微软函数里面 我在这边后面加一个Raw 减二 意思就是说 我根据的是 从Raw去抓地级栏 那第二个就是 我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的话 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资料验证 那资料验证 当然几个方法 一 你可以直接用选取的 直接选这个范围 但这个会是固定的 如果你将来这个资料 不会变动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如果你资料会变动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 先建一个名称 而且最好是一个 完全没用过的范围 然后也把它定义 定义名称 特别重要 你可以这样 整个选取 我这边干脆把这个删掉 把这个编号先删 你可以这样 我的希望整个选取之后 然后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它就自动 帮我把整个这个编号就建好了 这一招应该是比较快 不然的话你还要选 然后还要在那个 左上角这边要输入 我相对觉得比较麻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个我们用弱函数 第二个的话建一个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里面 如果你将来要做的是活的下拉清单的话 它会自己根据你现在 资料增加或减少 会自动增减的话 那你恐怕我是建议 你还是 要用定义名称的方式来做 会是比较OK的做法 试一下这部分